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小 正合适在里面 美美地睡上一冬天 突然 碰 一个鲜红多汁的大苹果 落在了它的背上 哎呦 吓得小刺猬吱吱叫 小刺猬把自己缩成一个球 希望大苹果自己掉下来 可是 当它伸开手脚时 鲜红多汁的大苹果 仍然留在它的背上 小刺猬又试着背着苹果 一起往它漂亮的新窝里面钻 可是 它钻得进去吗 不 背着大苹果可钻不进去 这个窝太小了 小松鼠 两手抱着满满的棕色坚果 正一路小跑着赶路 看到小刺猬 它停下来帮忙 站着别动 我帮你把大苹果推下去 它说 于是 它推呀 推 拉呀 拉 扭呀 扭 抓呀 抓 可是 那个鲜红多汁的大苹果 依然好好地呆在小刺猬的背上 更糟糕的是 小松鼠怀里的三个棕色坚果 也扎在小刺猬的刺儿中间 拔不出来了 这么一来啊 现在的小刺猬 背着一个鲜红多汁的大苹果 又加上三只棕色的坚果 哦 我的天呐 小刺猬哭了起来 冬天就要来了 我钻不进我的小窝去了 我该怎么办呀 你在地上打个滚试试 小猪哼哼哼地一溜小跑过来了 这样你就能把它们都蹭掉了 小刺猬往地上一倒 打起滚来了 它的小脚滑呀滑呀 一会儿啊 卷起身子 一会儿啊 翻翻滚滚 朝这边扭一扭 朝那边推一推 掉了没有 它满怀希望地问 小手小脚在地上扑它 小猪摇了摇头 没有 那个鲜红多汁的大苹果和三只棕色的坚果 依然好好地呆在小刺猬的背上 而且 还多了一只小小的青梨和一片皱巴巴的枯树叶 哦 我的天呐 小刺猬转转它的小眼睛 叹了口气 祸不单行 就在它头顶上啊 飞来了一小张鲜艳的卡片 你真烦人 它大喊 小刺猬左躲右闪 拼命地跑啊 小卡片也左飘右荡地跟着它 不偏不倚地 正好落在它背上 扎在了大苹果和棕色坚果中间 哼 这真是邪门了 小刺猬叫着 现在 它的背上插着一个鲜红多汁的大苹果 三只棕色的坚果 一只小小的青梨 一片皱巴巴的枯树叶 还加上一张鲜艳的卡片 我永远也别想钻进我的小窝了 小刺猬巴搭巴搭地走到了池塘边 它盯着水中自己的倒影桥 嗨 小刺猬 你可背着不少好玩意儿啊 青蛙呱呱呱呱地说 哎哟 我真想办法把它们弄掉呢 小刺猬吸吸鼻子 蹦下去 青蛙建议说 水能把它们都冲掉 小刺猬身出一只小脚丫 踩进深色的水中 接着 蹦了下去 哇 小刺猬的朋友们 看着它在水里上上下下地扑腾着 那个鲜红多汁的大苹果 三只棕色的坚果 那只小小的青梨 那片皱巴巴的枯树叶 还有那张鲜艳的卡片 依然好好地待在小刺猬的背上 而且还多了一朵粉红色的荷花 大家把小刺猬拉出水面的时候 它还吐着水呢 它看起来真是滑稽极了 可是 小刺猬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别笑了 噼里啪啦的躲着脚丫 这下我去哪儿睡觉啊 小猪和小松鼠露出担心的神色 小青蛙也一样 我倒是还有最后一个主意 小猪呼噜噜地说 你使劲从那堆树丛中传过去 那些小树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刮掉 于是小刺猬闭上眼睛 把自己塞进浓密的枝叶中去 不过 它们真的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刮掉吗 哦不 它们不能 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待在它背上 而且还多了四颗熟透了的黑莓 这时候 一只山羊站在小刺猬面前 吃惊地盯着它 咧 山羊叫着 你给我带来了午餐啊 别客气 随便吃 小刺猬说 全部都吃光 太好了 山羊尖叫起来 接着 它把鲜红多汁的大苹果 和三只棕色坚果 小小的青梨 半红色的荷花 还有四颗熟透了的黑莓 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吃掉 它连那张小卡片也作为餐后甜点吃掉了 唯一剩下的东西 就是那片皱巴巴的枯树叶 嗯 它已经吃饱了 多一点也吃不下了 好 小刺猬高兴地大叫 它觉得现在的自己轻飘飘的 好像一片羽毛 谢谢你山羊 我对它说 我对它说 说完 它就跑开了 有它最快的速度 全速奔跑 通过里巴门 经过小池塘 穿过果园 大树底下 是它的家 它一路冲进自己的小窝 小刺猬 小刺猬 跑进它的小窝去 小窝 不大不小 正合适 这是它建造的最好的一个 家门外面 寒冷的风 又吹落了一个大苹果 不过 这一次 大苹果没有落到小刺猬背上 它躲在小窝里 可安全呢 一眨眼的功夫 它就睡着了 小刺猬